又不說這部電影是Pixar衝擊觀眾淚線的另一佳作 也不說這部電影只是Pixar將一個可怕的家庭觀搬上銀幕 讓他們在中國市場可以大賺特賺 這部電影講述一個叫Miguel的墨西哥小朋友 自小都對音樂有著濃厚的興趣 但由於家人的不容許 總是無法止捉到這個夢想 在一個機緣巧合之下 闖入陰間為的就是見他的偶像 也是墨西哥的傳奇歌星De La Cruz一面 途中他遇到一個叫Actor的亡靈 他們互相合作 希望可以達成各自的夢想 最後事情當然是出乎意料之外 究竟有多出乎意料之外 其實大家看完都知道是絕對不出乎意料之外 但看完這部電影的你又怎麼看這部電影呢 大家好 我是米家 歡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街燈電影學會 看完片頭就知道今天我 當然就來講一下 前一陣子才在香港上映的Coco玩專極樂園 你們可能會問 米家 這個故事很簡單很容易明白 看了的人應該都知道這部電影講什麼 為什麼還要講這部電影呢 沒錯 這部電影是很簡單很容易明白 但是不是真的那麼簡單呢 我就覺得其實Coco這部電影 過了中還有很多位值得我們去探討 所以知道我這個節目一向都是不走偏封的啦 不會單單只是講有多感動有多多體會的 而是想跟大家講一講深度的分析 那一套這麼簡單的戲究竟還有什麼深度呢 事不宜遲我們不如入正題啦 因為我之前做了一個劇情簡介的啦 所以我以下下來的內容 將會是涉及嚴重的劇透的 雖然我都知道看我這條片的朋友 都應該看過Coco的啦 但循例都做一下樣子嘛 以下下來 我將會分兩個部份來講這一套戲的 而第一個部份我要講的東西就是 這一套戲真是好墨西哥 你們可能會說 米家 你當我傻的嗎 一套戲用墨西哥做背景 那當然是好墨西哥啦 但問題是 作為香港人的我 看完就覺得好羨慕啦 因為很多在香港取景的荷里活大片 片中裡面的香港 都是好不像香港的 而Coco這套戲就真是好墨西哥 墨西哥到簡直好像看的一本 介紹墨西哥的旅遊雜誌一樣 例如電影裡面的亡靈世界 取景的地方就是被Lonely Planet 選為世界最值得去的 十個城市之一的Gorlahado 而Miguel生活的城鎮Santa Cecilia 這個名字也很有寓意 因為它是來自天主教裡面 聖人音樂家Saint Cecilia的名字 而我們也知道墨西哥 正正就是崇拜天主教的國度 Saint Cecilia 其實就是墨西哥人音樂的守護天使 而如果你心水清的話 你就會看到其實這個亡靈世界裡面 有一座好像摩天大廈的物體 而它的構成正正就是今天的墨西哥 從沒什麼發展的南部 一直向上至到欣欣向榮的中部 直至到最高頂的工業密集的北部 而我們看到片頭Miguel做自白的時候的展示 其實就是墨西哥的傳統藝術 象徵著純潔和快樂 而戲裡面Mama Abelita 給Miguel吃的Tamel 也是墨西哥的傳統食品 連接陳世和名家的萬獸谷橋的萬獸谷 就是被墨西哥人視為死亡之法的花 而Dante就是Miguel那種無毛狗 其實它的品種就是墨西哥無毛犬 原名就是 喂Dang 怎麼讀啊 就是這樣 你看到了 在螢幕上的一個字 其實就是取自於阿茲達克語的兩個詞語 Slotty 就是代表閃電和死亡之神 而後面我不會讀的東西就是代表狗的意思 根據阿茲達克人的傳統觀點 這隻閃電死神狗 其實是由神創造出來的 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在生的人 也引導死者的靈魂 通過危險的冥界 而戲裡面Ata 在她的朋友灰飛煙滅之後喝的那杯酒 其實就是墨西哥的國酒Tekina 而戲中Dellacruz叫Sakir Dell Ata 和Miguel下去的那個位置 其實就是 Sinotti 是墨西哥一個很著名的地理景觀 其實古代瑪亞人認為Sinotti 是通我冥界的入口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在這個地方做活人制製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這套戲是用了很多墨西哥的題材 著墨了很多墨西哥的文化 尤其是關於家和音樂的文化 證明Pixar製作組花了很多時間 還原墨西哥的東西給螢幕前的我們看 這個對當地人本土文化的尊重 亦無加上任何世界大同的不實際概念 正正就是現今荷里活難得一見的景象 講完那麼多不同的用點 我們就不如來到第二部份 而第二部份我要講的東西就是Coco的文學象徵意義 首先就以這兩套戲的主軸題材講起 分別就是家庭和音樂 其實貫穿這兩點的就只有一個舉足輕重的字 就是愛 這個故事可以說是愛恨分明 也可以說是愛恨交詞 就正如以往的文學作品一樣 Coco裡面的愛和恨都是一體兩面 愛恨不是對立 恨不代表不愛 因為恨只是其中一個愛的形式 就正等如水一樣 無論什麼形態什麼溫度 他都依然會是H2O 但如果真空了 就好像忘記了一樣 就已經沒有愛的存在了 Mama Imelda 憎恨音樂可以說是恨之入骨 因為對於他來講 音樂就是他老公Atta的象徵 但他真的不愛Atta嗎 記不記得他跟Dela Cruz對視的那一幕 他打了他一下然後說了這一句 而當Atta離家而去之後 Mama Imelda也選擇了做鞋匠這一點 其實都有象徵的意義 因為鞋和腳有關 有鞋者有家 無鞋者無家 所以為什麼Atta一出場的時候 和Miguel一起走的時候 Miguel會認為Atta走得很怪 因為如果你細心留意的話 你會發現Atta當時沒有穿鞋 即是代表她是Homeless 而到了最後Mama Imelda Atta Coco一家三口 搭上萬獸谷橋的時候 如果你也有細心留意的話 你會發現Atta是穿鞋的 而當沒有鞋人重遇鞋漲 其實就是圓滿而動人 夫妻之間再無隔膜 一個家庭除了有夫妻之外 還有兩個很重要的關係 分別就是父與子和母與子 就正如戲名Coco一樣 我們知道Coco是泰Paul的名字 並不是主角Miguel的名字 但會不會Coco這個角色 才是這套戲的真正主角呢 就正如日本著名導演 筆野武自編自導自演的 谷次郎的夏天一樣 你看完之後你會發現 真正的主角並不是正男這個小朋友 而是谷次郎這個大叔 但其實Coco也可以同時代表Miguel 當然這套戲的主角一定是Miguel啦 但Mama Coco是這套戲 承上啟下最重要的關鍵 而很明顯的就是 Rivella家族深受 Intergenerational 又或者Transgenerational Trauma 代制創傷的影響 音樂作為父親角色Actor的象徵 至Actor離開之後 這個家族入面 父親的角色一直都不存在 心理學層面上說 一個人對母親MOTHER的MIRRORING NEEDS 都是一些比較原始的需求 而對於FATHER 父親的MIRRORING NEEDS 就足以決定那個人的自我 理想和抱負 所以父親的象徵 往往都是對外界的探索 而這個象徵在這個故事裏 大多數的時間都被強大的母親象徵壓制住了 所以某程度上 Miguel也是全家人的一個縮影 而講到Sigmund Freud、佛洛伊德在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學中最經典的Odipus Complex 就是講述父、母、子的三角關係 這個三角關係入面 父親的形象是負責提供精神穩定性的保障 如果一個人的概念入面 沒有父親這個角色的存在 這個人就無法產生一種對英雄形象的認同 而同時也會覺得自己失去了力量的來源 所以在這麼強大的壓制之下 人的精神必然會找到一個爆發點 而這個爆發點 正正是視象徵著父親的音樂為夢想的Miguel 問題是Miguel的家裡 除了母親的象徵之外 根本找不到父親的象徵 而如果家族之中 並無實質存在父親的形象 這個小朋友就會去找其他男性來充當這個角色 這個就是Jacques Lacan 最著名的理論 以父之名 Name of the Father 所以在這套戲裡 Miguel就塑造了兩個父親的形象 首先就是幻想之中無所不能的父親 Dela Cruz Dela Cruz 作為父親象徵的代表 令Miguel可以從小就建立他對音樂的理想 但隨著Dela Cruz 的形象崩壞 和Actor相認的Miguel 建立出第二個父親的形象 就是真實的Actor 現實的Actor 和Miguel幻想的Dela Cruz 其實一樣都是這麼有才華 但更多的是 Actor以自身對Coco的愛 而一首Remember Me傳給Miguel 而Miguel也將這份感覺 給回一直缺失父親形象的Coco 所以我才會說其實Coco就是Miguel 而Miguel就是Coco 所以你明白為什麼Miguel 會不辭勞苦離家出走 拒絕Mama Imelda的祝福 以自己的命來作為賭注 走遍冥界 只是為了尋求一條向外探索的路 得到父親的祝福 亦都是父親對自身的認同 先肯離開冥界 而Miguel得到父親認同之時 就踏上歸途 最後Actor的相由Coco的手 親手湊在一起 即是代表父與子真正的認同 Actor歸位 父親回歸 因我從此重返Raphael一家 就代表著這個家真正的圓滿 有人可能會說 米家你說到Coco這麼著重家庭這個概念 那是不是證明這套戲 有著服從權威的容常價值觀 再者這麼強調家庭 如果我沒有兒子生 不生兒子 同性戀什麼什麼什麼的話 這套戲不是真的歧視我嗎 但其實如果我們細心看的話 我們會看到 作為主角的Miguel 根本從來沒有放棄過她的音樂之路 又何來服從權威呢 到最後Mama Imelda無條件祝福 Miguel的原因 難道又是服從權威? 再者說到沒有兒子生那麼大件事 我們就要想一下 這套戲說的Family Bonding 是不是真的只是血緣關係呢 舉個例子 戲中的偉大藝術家 Frida作為一個想生都生不到的女性 她有沒有被人遺忘呢 如果你有能力去影響你身邊的人 令他們深深地記掛著你 那你又怎會被人遺忘呢 那如果你說你有沒有伴侶 又沒有下一代 又不想跟人接觸與人交往的話 那其實你都已經為世所獨立 已經是個高人 又怎會介意被人忘記呢 最後都是那句 Toco這個故事的確是很簡單很意名 其實就是一個typical的 old hand re-ending 吐露不算新奇 幾乎是人都知道他想怎樣 但就好像金融天龍百步 《罪言莊一役》裡面的一幕 喬峰以一套最簡單 最普通 又是人都認識的太祖長拳 就足以打敗國路英雄 而同樣Pixar就以大宗斯的功力 打出的每一拳 都是拳拳到肉 前面的一個半鐘以各種 美倫美換的景色 衝擊你的感官 而最後那短短幾分鐘 就以最簡單最平實的方法 令你動容 一套好的戲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 今集介等電影學會 我們就講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看完Coco之後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體會呢 不妨劉國賢跟我聊聊 而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就記得Like 和Subscribe我們這個Channel 我是米家 我們下一集 介等電影學會再見 這條片子 有機器 有機器 地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